烦恼本身就伤害人身心 所以佛教导我们 转烦恼成菩提 菩提是智慧 智慧能断烦恼 能转烦恼 定功能服烦恼 人有定 谁有烦恼 他不起作用 谁定是服烦恼 智慧是转烦恼 转化他 这个狗 最勤的功夫是人 我能够忍受 这是最浅的功夫 身的功夫是定功 真是辅助了 不起作用 最高的呢 把它化解了 烦恼化成智慧 你看 烦恼寂寞 这是凡夫 烦恼折磨 众生 众生 身心不安 修行人 能忍 功夫更高的 得定的 烦恼不起作用 最高的 开智慧了 烦恼也帮助你 增长 最明显的例子 《金刚经》上有数 忍辱先人 被隔离王给戒身体 那在一般人讲 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人入先人 遭到这个难 不是让你好死 凌迟出死 用刀 把你全身 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把它割死 不是一下给你死 这多难受 忍辱先人 不但是得定 他开悟了 转烦恼为菩提 他修 忍辱勃勒米 非常欢喜 接受 一点怨恨都没有 为什么呢 他觉得 这个是给他的考验 他要是通过了 那就成佛了 他真通过了 告诉隔离王 我成佛第一个度 感他的恩 他成就了他 忍辱勃勒米 你看一点怨恨没有 还感恩 受这么大的委屈 感恩 这是佛弟子 应当学习的 记住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神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明文立养 更是假的 何必计较这些 何必执着这些 魔能伤害人 他就是这些东西 你今天明文立养 你身都写掉了 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你无口难活的时候 他就五体头地 拜你做老师 护你的法 真佩服你 你真信 他来护发了 他做不到 你能做到我 他大福报的人 他化自在天的天王 欲界第六层天的天主 不是佛 不是普通人 他来护发 我们的观观能通过 别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错了 应当把阿弥陀佛 放在心上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魔脑就没有了 感谢观看